哈喽各位大家好我是编冬 那官方现在已经公布了下个礼拜 就是过年的时候呢 这个春节是没有维修的 也就是说这个礼拜更新之后 就要再到下下个礼拜 才会有新的内容出现了 所以这个影片 我们要来帮大家分享整理一下 我觉得大家可以特别去留意的一些制作 首先我们先从活动这边来看 那活动的话呢 目前开放了这个所谓的春节纪念票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可以去优先考虑 这个综合的饰品制作箱 再来下一个青龙之地啊 这个就是你可以去里面打凭证 青龙之地打完凭证之后呢 我觉得优先制作 可以考虑这个青龙的魔法娃娃箱 因为这个里面可以拿到蓝飞龙 当然这个是属于是几率的 再来呢春节的一个游戏啊 主要来讲我们会拿这个春节的变身卡箱 因为这里面有机会去拿到 新的蓝卡的选择箱 不过这个蓝卡选择箱 也不见得要从这边来拿 反正这个东西呢 它是透过冲装来取得 如果说你有多冲的装备的话 我觉得再来弄这个箱子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兼顾其他的这个道具兑换 以及一些相关的这个收藏啊 好再来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情人节活动 这个目前官方网站还没有公告出来 那这个制作呢 目前它上面显示就是需要一个情人节的秘密钥匙 然后就可以传送到这个可以约会的情人节的秘密地图啦 那至于这个地图未来会是怎么样呢 目前还不知道 我们可以呢先把它mark起来 以后呢就多加留意 再来我们看一下新春的特别制作 这边的话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 因为这次有新开放这个韩服少年跟韩服少女 所以这次它其实在周末开放了保底制作 你可以用120万的变身币去制作韩服少年 或者是韩服的少女这样 所以加起来就只要240万 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Holiday的特别制作组合包 这个东西需要30个特洛斯的时代才可以制作 那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制作凭证 那这个制作凭证 如果说你收集4个的话 就可以去兑换一个韩服少年或者是韩服少女 但是呢 如果比较起来的话 假设你的目的是为了 这个少年或少女的话 还是直接用这个变身币去兑换 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点 毕竟这个东西平常可以白嫖嘛 那这个的话呢 可能会需要一些比较大量的这个花费 再来呢 这个礼拜的周末制作 算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你看 这些饰品虽然说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呢 它全部都是用高级祝福粉末就可以去兑换了 如果你的分身身上刚好缺饰品的话 那又有一些粉末 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1600个粉 加我的光之煎甲 或者是1200个粉 2000个粉 这边都可以去对应制作 它相关的这个饰品 不过要留意一下 这个东西 它目前是不能够去存仓的 再来另外一个特别的 这个周末制作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牛魔王的凭证袋子 牛魔王凭证 就是之前那个白海雪谷 如果说你的这个收藏 跟我一样 还没有收藏完的话 这一次 它可以让你用名誉币12万 去制作这个牛魔王的凭证袋子 可以获得的数量 是500到1万 500到1万不等 所以如果你有补的话 可以趁这个机会 去给它补一下 那这个东西 它是台版专属 所以还蛮是没有 未来 还会不会再重复出呢 目前也还不知道 好 那另外有一个 就是这种所谓的 变身制作硬币 像春节的 还有娃娃的 还有上面有一个名誉币的 这个东西就是 毒 它是以小博大 比如说它的材料 我们以变身币来说 它就是1万个变身币 可以去挑战 换成30万 那当然你有可能运气不好 变成是5000个 或者是融资钻石石刻这样 好 这个东西呢 就是给你新年 试一下手气的 好 在下一个部分呢 就是用这个觉醒书的碎片 假设你现在探险 有探出很多这个东西 其实你也用不大到 那你可以把它换成变身币 或者是娃娃币 两个碎片 就可以去换2万的变身币 或娃娃币 这个是相当的不错 好 那么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觉得在这两个礼拜 大家可以去特别留意的 一些关于这个制作 至少不是那种需要刻大金的 就是我们平常这样的参加活动 或者是你平常在累积资源的话 这些基本上来讲都不是太难 好 那这个影片呢 分享到这边 就先预祝大家新年愉快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